海鹽點鹽等等一包包拿 之前各國曾掀請一股豚鹽潮 不只台灣 因為日本從2023年8月24號開始 排放核廢水入海 引起臨近國家恐慌 擔心海中的輻射物質 影響到鹽巴海鮮等產品 還有人是看到含點的鹽赶快買 以為能抗輻射真的是這樣嗎 核災發生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一些點131的輻射物質 然後點131的話 它很容易被我們的人體的甲狀腺吸收 那破壞我們的甲狀腺組織 也會增加罹癌的風險 所以在核災發生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吃點片 所以有些民眾他就誤解了 毒物科專家顏宗海強調 點131這種輻射物質 半衰期只有8天 輻島核災是在2011年已經12年 不必特別吃點鹽來對抗放射點 另外鹽分攝取過多 也可能造成高血壓心血管疾病 而日本福島核電廠排放寒川廢水 第一批次是從8月24號到9月11號 處理水排放量7788公噸 排放水的穿濃度是每公升150-220倍克 排放川總活度是1.1兆倍克 第二批次排放是在10月5號到23號 第三批次是在11月2號到20號 各排了7810公噸和7753公噸 預計2024年新年後開始第四批次排放 第三批次就是剛剛才排完的這個 它主要還是在日本的沿岸海域 會往東北的方向移動 那至於比較早排的第一批跟第二批次 它有一部分已經進到這個日本本州的東部海域 以及黑潮延伸流的這個區域 那依照整個海流的趨勢 它會往就是黑潮延伸流 然後往美國的這個方向去流動 核安會公布海域監測和一周擴散運景 日本排放的核廢水距離台灣海域還沒有擴散到 而最靠近福島的秋刀漁場 之前取海水和漁獲做檢測 排放前後目前沒有顯著差異 其實在排放前我們也有去取它 福島地區的海水來做一個分析 那分析的結果是因為我們是要 就是要了解它的一個整個分析的狀況 那我們檢測的結果也是跟日本政府 所公布的結果是一致的 排放後因為目前我們第10月底去的時候 就是主要是去了解它現場的一個 執行管制的一個狀況 排放後台灣還沒能在當地取海水做分析 只有排放前能取樣 其實目前國際檢測雖然都在標準內 但日本排放核廢水是長達二三十年的事情 監測不是一時而且要更積極 我們國家它不是國際原子能總署的會員國嘛 所以你今天要透過國際原子能總署去參與他們 現場的調查是有困難的 這個我們都知道 但是我們跟日本的邦交一向都很好啊 所以政府我覺得政府應該透過外交手段 讓我們的團隊能夠獨立作業 能夠到輔導現場去進行獨立的取樣的作業 然後再把藥瓶水帶回來 目前這些做出承諾的官員 也許他30年後40年後 他已經不在位置上搞不好是下一代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要提高警局 還是要監控 所以我們不能說只靠日本政府的把關 而除了日本排放核廢水全世界關注 12月舉辦的聯合國氣候峰會COP28 全球22國包括美國 法國 日本等等國家 共同簽署的一份倡議震撼國際世界 有22個國家 他們認為要在2050達到金零碳排 那在這一段期間呢 核電的發電量 核電的產量必須提高到2020年的三倍 那這些國家認為在核電提高三倍之後 才有可能在2050年達到金零碳排的一個目標 這次氣候峰會 多個國家對阻擋氣候變遷的威脅 達到金零碳排必須要有一部分的核電 這也衝擊到台灣的能源政策 台灣必須重新思考核能 再生能源等等的比重 務實面對 TVBN新聞 張正安 王一傑特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